等我过年的时候我就准备穿着这一身出去回老家给人家拜年 哇哦不错哟 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可爱 一早起来发现外面下雨了 这下的还不小了 本来还想出去逛街买东西的 这雨下成这样也出不去 看这雨下的 确实挺不小的 外面两个人都没有 昨天不是买了一款这个紧身的一个白色的小P裙吗 挺多人说想看一下上升的效果 但是我没有买回来那个黑色丝袜 我就光腿试一下 我拿了三双长靴回来 就搭配一下 看配哪双靴子好看一点 我总共拿了三双靴子 带回来的是这一双跟这个黑色的 好像这一双前两天过往前刚买的一双 这双应该是会比较长 到膝盖上面吧 先穿一下 看看哪一双穿着会更合适 更好看一点 先穿第一双吧 第一双的话它是这种 之前我妈给我买的 它是有一点那种休闲款的 带一串这个 这个叫什么鞋带 然后平常我都是搭配那个紧身牛仔裤穿 今天搭一下这个裙子 看看会不会比较好看一点 这一双穿下来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再搭配上 我新买的 搭配上我的假皮草 看一下这一身穿搭着一样 这个靴子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再试试下一双 看看其他双搭配出来的什么感觉 再试试我的第二双鞋 之前的时候有朋友给我评论说我的脸看着那么大 然后为啥腿那么瘦 因为我开了瘦腿 但其实我没有看我的鞋这样怎么放 我的腿都没有动 但是这个脸确实我成是开了瘦脸 因为我的脸一上进就很大的那种 腿的话是真的不用开瘦腿 我的腿真的我全身最骄傲的地方 大长腿 这个靴子是前几天跟我扫过逛街的时候 买这双靴子才99块钱 我那双刚才那双黑的靴子 我妈给我买的是299 然后这双搭配出来的这样 它这个浅色的 然后搭配这个白裙子的话看着会怎么样 再来试试我的最后一双 最后一双的话 它的那个是有一点剖根的那种 是我姐这双鞋的年份已经挺长的 是我姐那时候去北京 差不多应该有个七八年了吧 七八年前去北京买了一双鞋 因为它是带了一点那个剖根 就是这种根子 看它的根鞋根差不多有这么高 就是因为它的鞋根太高了 所以这七八年我都没怎么穿过它 因为我穿这种根子的鞋容易崴脚 这一次是本来想拿回老家 然后就放在老家偶尔回来了穿一下 今天呢就搭配这个裙子 因为它是过西的嘛 可能会到膝盖上面搭配一下 看效果怎么样 这双靴子真的是比我儿子 比我结婚的时间都长 我结婚今年才第七年 这双靴子 靴子应该不止七八年了 应该差不多有八九年了 这个年份挺久的 我姐当时买它的时候 还花了四五百块钱 过西的 然后是这个样子 看一下这双靴子穿出来 好看不好看 好了 三双靴子都已经试完了 然后你们看哪双 这一身的话会比较好看一点 等我过年的时候 我就准备穿着这一身 出去回老家给人家拜年 那剩下的就交给你们呢 记得在评论区下方 给我评论一下哪双最好看 接下来就看你们的眼光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